有一个新闻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周六的时候 爱达河州的柯达伦 举行了一个LGBTQ的游行 在游行的这个时候呢 就有群众打电话报警 说在这个游行现场啊 有一群人好可疑 他们头戴面罩 身穿铠甲 二三十个人都蹲在一个乡行货车的里面 那么接到群众的报警电话之后呢 大批的警察赶快赶到了现场 发现这些蹲在货车里面的二三十个人 都是同一个组织的 这个组织叫做爱国者阵线 Patriot Front 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 拿着盾牌 相行车呢 是他们从U号租来的 在警察搜查的过程中 在他们那里找到了一枚催泪瓦斯 除此之外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的武器 然后呢警察就把这三十一个人全部都抓起来了 给他们定了一个罪名 叫密谋暴动 这个罪名是怎么定的呢 凭什么就认定说 这些人来到这里 就是密谋要暴动的呢 就是为了要搞乱这个LGBTQ的游行的呢 因为警察说他们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证物 在他们租的这个箱形的U号的车里面 发现了一份纸质的文件 文件上写了 说这些人就是来暴动的 我认为了一些证券的文件 和则是用来的 则是用来的 那些则是用来的 则是用来的 那是为了 他们被制裁的 证券是用来的 则是用来的 则是用来的 您可以说 您可以说 那些文件 提供的文件 请问一下 奇不奇怪 一群人密谋要暴动 31个人蹲在货车的后车厢里 还带了一份纸质文件 文件上还写了 他们是要去那儿要暴动 什么步骤全都给你写好了 而且奇怪的不只是这一点 从发布的照片来看 密谋这次暴动的人 一个个都还挺帅 身材都倍儿棒 比如说下面这位大哥 面不改色 正义里然 肩膀胸肌都练得特好 还有这个 背影怎么都挺帅的 而且站的姿势 怎么有一点 像受过训练的军人呢 那这些人的正面照 现在都已经被公布出来了 都是白人 那纽约时报呢 对这一篇报道的标题是 当局表示 在爱达河州被捕的数十名 白人至上主义者 曾计划暴动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们写到说 这是极右翼团体 对于骄傲游行的威胁 又是白人至上 又是右翼团体 在用暴力的手段 逼迫LGBTQ的群体 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去抗议的团体吗 因为他们也没有拿什么抗议的牌子 而且他们去到那儿 什么都没干 只是在后车厢蹲一蹲 就让人给抓起来了 还是说这整件事都是一个左派自导自演的闹剧呢 因为这三十个人的身材 站姿肤色 包括在车里面发现谋划暴动的文件 都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奇怪 而且根本就不合理 你去暴动你就暴动 你写什么文件 好就算你写了文件 你带着去干什么 警察为什么到的这么快 学校枪击案的时候 怎么他们就在外面晃了四十分钟 都不进去救人呢 黑命贵 安提法打砸抢的时候 怎么没见警察制止呢 这三十来个人啥都没干 警察为啥到的那么快 还都给抓起来了 这是想要展示 国家对于LGBTQ有多支持 有多保护吗 还是说想要告诉我们 只有给左派带来利益的人 才最珍贵吗 那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就是 白人至上 种族主义 对LGBTQ的仇恨 对自由的阻碍 国内恐怖分子 宗教狂热分子 川普支持者 等等等等的这些骂名 又再来一次 支持爱和和平的左派 在这一个世界里面 再次得到了高举 得到了更多的民心和选票 不管这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左派都利用这一次的机会 再次炒热了他们的议题 他们做的表面功夫 很足很棒 但是是从实质上在摧毁我们国家